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今天是5月19號 明天就是520 对于蔡英文来说 这个是他最后一个 在总统任内的 不管是庆祝也好 或是什么也好 520的日子 明年的这个520呢 就是他就要把这个位子 给交下来了 新的总统呢 会产生 不管是赖清德 或者是 或者是侯友宜 还是这个柯文哲 蔡英文呢 迈入到他的 即将迈入到他的 任期的最后一年 蔡英文这八年的 这七年 八年的这个执政 这个期间的时候 大家对于他的表现 最近呢 从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看起来 我其实非常的这个惊讶 就蔡英文不管是在外交 或者是两岸的这个事务上面呢 都得到这个民众呢 还蛮高的 相对来讲蛮高的肯定 就可以知道说 民众呢 他真正在意的 就是特别是 你看像在外交的关系的部分 他在外交关系部分呢 给予蔡英文呢 这么高的这个评价 就是对于他在外面啊 比如我们跟这个美国的关系呢 什么坚弱磐石啦 美国对我们这个强力的支持呢 他们是表达了相当程度的 对于蔡英文 在这方面的表现呢 是满意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 我们什么邦交国的减少啊 或什么这些 对于这个台湾的民众来讲 这个是不重要的啊 而这样子的一个不重要的 这个课题 他会对于年底的 就是这场的这个选战呢 现在已经开始开跑的 这个选战 明年1月13号投票的 这个总统大选的选战 他就是有关键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 大陆方面呢 如果说他要去施加 在外交上面的 对于台湾的这个封锁和这个窒息 拿掉我们的 再拿掉我们的这个邦交国的话 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呢 他不但是呢 不会对于民进党 对于赖清德的选情呢 造成影响 他对于整体的啊 我们就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观感呢 反而呢 就会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而这个负面的影响的 后座力呢 搞不好就 就对于侯友宜 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作用啊 就说 民众是不在乎啊 不在乎就是在马英九 这个任内期间的时候呢 因为两岸呢 有这个高度的这个政治默契 因为双方呢 都认同这个九二共事 作为两岸的这个政治基础 所以呢 在有关于处理这个对外的这个事物上面的时候呢 大陆呢 他就不会去挖我们的这个墙角呢 马英九的外交修兵啊 才得以这个推动 就是对于民众来说 这个不痛不痒 没有什么太大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关系啊 甚至于呢 在两岸关系上面呢 蔡英文的表现呢 也得到了超过五成民众的认为 就是说他处理的很好 这一点呢 我就觉得 这实在是 有点 有点 出乎 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了 两岸关系呢 在蔡英文这个任内的时候 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两岸 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台湾呢 要去延长 要去延长 年轻人的这个服兵役的这个时间 就是因为两岸就面对到这个危险的这个边缘啊 那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大家深刻的感受到 特别是青年选民的这个部分呢 他特别的感受到呢 我们现在呢 讲到呢 两岸有可能发生这个战争呢 这不是这个口头上面 这个说说而已的啊 这不再是一个 竞选上面的一个口号 或是去推动那个 去催动那个亡果干的 芒果干的一种政治上面的 一种幻术和这个术语 而是他有可能真实发生的情况 如果不是大家有确实感觉到 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感的话 为什么在去年的九合一大选的时候呢 民进党会惨败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交叠的啊 可是呢 民众却给了 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里面呢 给了蔡英文呢 有超过五成啊 对于他的两岸的表现呢 是满意的啊 所以呢 怎么样去抓准啊 去抓住 选民在 2024这场总统大选里面 一方面呢 既希望呢 又能够跟这个中国大陆呢 保持一个 交流互动和平 不要引起战端的一个氛围 同时呢 又要在这个主权上面啊 捍卫台湾的台湾意识 台湾的主权上面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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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这个中国大陆呢 牵着这个鼻子走 那不作为一个像是 好像是一个卑躬屈心的政党 如何的在这两者之间的拿捏呢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什么人的路线啊 什么人的主张 什么人的说辞 什么人的战略和这个战术 能够引起这个民众的最大的共鸣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了啊 我们看到在这个国民党 征召侯友宜之后 不管是纽约时报 或者是华盛顿邮报 还包括了德国之声 很多这些国外重要的这个媒体啊 对于对于这侯友宜这个人选 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呢 都是摆在他的两岸政策上面啊 侯友宜呢 他在这个两岸政策上面 他对于 他的立场上面呢 不是那么的鲜明啊 不是那么的清楚清晰 这个是纽约时报呢 对他的这个评价啊 所以他在之后呢 他会如何的来 在对于这上的这个政策上面 做多更多的表述 同时啊 我刚才提到的啊 就是说他又能够呢 兼顾到关注到台湾民众的情感 就是我一方面呢 想要这个和平 我一方面呢 想要这个两边呢 不要这么的兵凶站位 同时呢 我又要捍卫台湾的这个尊严 侯友宜呢 因为过去呢 他在有关于九日共事的这个问题上面 在于一个中国这个立场上面的原则啊 表态的这个部分呢 他是真的是采取的是一个比较中间的 甚至于比较是偏比较偏比较偏绿的 这样子的一个诠释 虽然呢 他跟这个绿营的这个主张呢 他还是有很大段 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啊 但是呢 他就不像是比如说 郭台铭他就讲的很清楚了 他就说这个九日共事一中各表 那他就是他就是要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就是马英九的这个路线 然后侯友宜到目前为止呢 都没有没有讲过啊 这个柯文哲啊 柯文哲呢 他过去呢 在有关于两岸政策的立场上面 他让这个民进党的青年的 年轻的选票上面的大幅流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其实就是在他提了两岸一家亲 当他提了两岸一家亲呢 被认为呢 失去了啊 失去了他原本其实柯文哲是比较比较偏读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他们就认为他他已经在这个立场上面松动了啊 一个可以被 可是也因为他这样讲 所以对大陆对他来大陆就比较能够接受柯文哲啊 一个能够被大陆呢 更为接受的这个候选人 是不符合民进党的民进党原来就支持柯文哲的这群支持者的 那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是喜欢柯文哲呢 为什么他现在在民调的显示呢 他还是得到最多年轻人的支持呢 这就跟柯文哲他的不虚角的啊 比较直白的啊 比较坦白的这个政治风格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啊 你其他的这些政治人物呢 不然呢就是一大讲一大堆空话啊 讲一堆这个虚话啊 要不然呢就是像赖清德呢 自己呢被自己给绑住了 在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跟如何的呃在呃不 你就是你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可是你又可是你又不 可是你又不这个呃要宣布这个台独 好你要基于现实的需要 你又不宣布台独 那你又如何的去更进一步的捍卫 呃你捍卫你的原来的 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主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又如何的避免跟大陆呢 产生一个更进一步的呃冲突呢 那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那侯友宜他现在呢 要在这个地方呢 如何的讲 更讲的更清楚更明白 我觉得反而一个有效的策略是呢 就是他只提出一个大框架的一个论点 而不要进入到一个细节的讨论 你进入这个细节讨论啊 两边是不是什么一中各表 一中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这个定义 其实反而呢 就是更说不清楚 更讲不明白 而就是呢 你就是在一个九二共识的理念的一个情形之下 九二共识呢 就是两岸的对话共识 就是两岸的交流共识 九二共识呢 就是一个避免冲突的一个共识 然后呢 在做实事的方面呢 来争取台湾民众的这个认同 就是不要讲那么多的空话 讲那么多的一个大话 然后你去辩论那些问题呢 其实都辩论不清楚 而是你实际的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面 相对之下 他比如核能政策 你要有更明确的一个主张 你怎么去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怎么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低薪的问题 这些部分才真正的符合台湾 现在及未来发展的需要